這就是貴婦的快樂嗎 貴婦穿著長犬 從樓梯呵呵呵的慢慢走下來 哈囉 大家好呀 我是Sairan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現在要去Dargo 英國領事館 做R52的巴士 到了Seed One Sun 走吧 還要走一段路 也可以從捷運Seed One站出發 搭局1或者99號公車到Seed One站下車 下車後看到中山大學就對了 往回走就可以看到通往Dargo 英國領事館的牌子啦 慢慢爬又爬又爬 好穿的Low T 哇 爬不完根本爬不完 好樓梯 好開心 上來後會看到一座廟 廟的右邊就是領事館的售票處和入口啦 兩位好 請問一下兩位是不是高雄市市民呢 啊不是 也沒有超過65歲的齁 啊沒有 這樣總共是198元 兩塊錢找您謝謝 請問你們從哪裡來玩的 馬來西亞 OK我們做個總計歡迎囉 謝謝 好謝謝 滿票喔 還有一個包車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跳舞 謝謝 你們兩位嗎 對 好喔 我們上下還有人請歡迎參觀 然後因為今天古典玫瑰餐廳 它全部都可以包場了 所以可能之前沒有空耶 謝謝 你們要用它的話可能要再玩 對 不然它外帶區可以過 外帶區 謝謝 謝謝 STEMSTEMSTEM 重返18世紀銀式下午餐 大狗英國領事館建立於1879年 是台灣現存年代最久的西式 大狗英國領事館建立於1879年 是近代建築物之一 更是英國政府在台灣的第一座領事館 我們現在所在的是領事館的官邸 領事館的辦公室則是位於山下 之後1895年 中日雙方簽訂馬關條約 台灣割讓日本 英國領事館也改成由東京大使管轄 領事館因此漸漸落幕 之後被多次改建 曾經成為海洋觀測所、氣象局、水產、試驗場等等 直到和平時期 領事館逐漸被恢復成原來的樣子 2013年整個園區正式開放 成為高雄的熱門景點之一 觀點裡還有一個展覽 主要是展示了高雄港從清末開港 日治時期駐港建設 民國時期拓港與發展等不同階段的風華與故事 打狗英國領事館裡還有一個很著名的特點 就是這裡的英式下午茶 古典玫瑰園是創立於1990年的一個英式下午茶品牌 2013年入住了領事館 在這裡可以直接體驗正統的英式下午茶 因為包廠的關係我們只能預訂下午3點半的下午茶 距離下午茶時間還有一個小時左右 我們就隨便在附近逛逛啦 我們可以料理下午茶時間 一陣子裡的同樣的另一個月 是第一次旅行或是啟動的 一階段 好 爬 行 下午茶时间到了 现在就要来体验一下 以前贵妇的生活 喝完这个下午茶 四舍五路我也成为了贵妇 对吧 wal正就要来看看 藤树 一切 那委员是这么多人 两番 舌头 赶快 。 这么多人 你笑 要是 既然 请 小糖布丁 嗯 喝完下午茶出来就直接看到了夕阳 这就是贵妇的快乐吗 看着夕阳聊聊天 真的好治愈 趁天黑之前 我们要下去参观一下领事馆的办公室 现在又开始了源源不绝的楼梯 以前领事和贵妇们每天都要上下这么多楼梯 难道不累吗 但是想象一下 贵妇穿着长拳 从楼梯呵呵呵的慢慢走下来 画面还是挺唯美的 呵呵呵呵呵呵 最后裸梆 最后チェック λ 至于 最后领 tobacco 山下的办公室主要展示了1879年当时的各种场景 尤其是这些蜡像仿佛看到了当时临时馆前街道的场景 人物业 山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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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下门 山下门 临时连变 我们在领事馆差不多待了有三个小时 其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花在喝下午茶上 山下办公室也有一个出口 对面就有巴士站 不需要重新走回刚刚下车的地方 还挺方便的 如果一开始就想从这里开始参观 也是可以 那就提前在雄镇北门站下车就好了 在我们等公车的时候刚好遇到大船出海 感觉好多高雄当地人也很喜欢看船出海 甚至还会特地停机车下来看和拍照 但是这个画面是真的挺治愈的啦 今天就先这样啦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评论订阅一下哦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